由欧美返港的居民 将戴上有定位功能的蓝牙电子手环 政府资讯科技办公室说 可以加强监察 謝卿易报道 近日在多区都见到 戴着监察手带要家居检疫的人出街 手带没有定位功能 很多时都要靠举报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说 将会先为欧美抵港人士 转戴蓝牙电子手环 要即场戴和安装电话APP 普通的手环 那人如果他不是带着手机出街 那就是我们偵察不了 所以如果他带着蓝牙的手环出街 而他留下了手机在家 他想避过我们去偵察 都做不了 现在有万几条 那万几条就不能给那么多人了 其他人士我们用本来的方法 例如带着手带 政府说会为欧美抵港人士转用手环 但由新西兰回来的他都戴着 他和英国回来的他们都说 没有人跟他们说要长期开着蓝牙 现在已经有三万二千多人戴监察手带 政府说人数更多 不会帮他们换电子手环 有线电视机就一起轻而补导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